各位早晨 早前我在nowe.com看到有殺人犯 出於好奇 因為nowe.com裡面有很多好戲 我相信是好戲 但其實我都沒看過 我選了一段時間 鬼暗眼或什麼 最後我就回看了這一齣《殺人犯》 因為這些經典爛片 因為我印象中下載也免費 我不會去下載 我建議有得看 最後就是看了 我在開始講這齣戲之前 我首先講明這齣戲是會有劇透的 因為這齣戲 我覺得 如果我不講他裡面的細節 其實我是很難形容這齣戲的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會開我這齣片來看 就是想聽我說我覺得這齣戲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出名是難的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劇透才可以解釋得好 而且我覺得這齣戲是很出名的 裡面有很多細節 誰是兇手 我相信很多人就算是沒有看過這齣戲的人 都已經在報紙或什麼 都已經看過那些出名的劇照 或者裡面一些重要的片段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在現在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講劇不劇透其實是沒有什麼意思 但我也講清楚 如果你是介意劇透 你是打算去看這齣戲的話 即是你自己經歷第一次 那你遲一下再回頭再聽我說 這齣戲的故事就是講 郭富城他是一個警察 那齣戲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講他的一個手下 就是在一間高樓大廈下跌下來 他跌到重傷 即是腳跌到斷了 但是他暫時還沒有死 但是受了重傷 他自己也在大廈出現 他在比較上層的位置 我忘記了第七樓 九樓 他就在那裡暈倒了 後來他只不過暈倒了 後來他醒了 他就有記憶的問題 他就沒辦法記得那一天發生過什麼事 他就懷疑 因為他那天在查一宗案 就是有一個連環的殺人犯 就是用電鑽去鑽死那些人 他相信就是他查案的時候 這個殺人犯出現 並且推了他的手下下樓 但是他沒有辦法記得 因為他失憶 可能他撞到腦 然後他自己一直查下去的時候 他找到更多的證據 或者各樣東西 但是很奇怪 很多事情似乎暗示 他 即是郭富城 他本身就是那個殺人犯 然後他很害怕 因為他自己又不記得 他也不記得是否自己做 甚至乎是 但是他又查下去 後來你又發覺 誰殺人犯 誰做壞事 那類的電影 他走過一種懸疑 探案路線 OK 這齣戲 首先我先說他一些好的地方 這齣戲的製作其實是好的 畫面、鏡頭、音樂 以及那些演員都是好的 例如郭富城 其實我不喜歡郭富城 有些戲 例如《三叉口》 好像有一齣戲 我覺得那齣戲是獲獎的 但我覺得他在那齣戲裏 其實他做得很入 因為是overacting到很離譜 所以我一向都不喜歡他 但我覺得他在這齣戲裏 是做得很好 我覺得他很投入 還有他由一個正常的警察 後來就越來越unsettled 後來就瘋了 有一個轉折 我覺得是頗好看 所以這齣戲的演員 其實是好看 郭富城 他太太是台妹 就是爭尊鏈 很漂亮 他做到了他要做那一部 張兆輝 那些 還有一個同聲 那個角色是難看的 但我覺得那個角色難看 不是因為那個小朋友做得入 因為他是小朋友 他是同聲 所以我覺得製作這齣戲的人 那些監製 導演 覺得他不適合 可以換掉他 又或者找一些好些配音幫助他 各方面什麼都好 但是我不會說那個小朋友做得不好 因為那個小朋友 為什麼他是 所以我覺得那個小朋友的演技 是沒有問題的 他做了他要做的事情 不是outstanding 但是出了事 我覺得 我不覺得是那個小朋友的問題 所以這齣戲 技術上 還有那些演員是沒有問題的 但問題是 因為這齣戲 他走過一個懸疑路線 而他在製作 製造那個懸疑氣氛 以及提供答案 那裏就出了問題 我覺得是 出了嚴重的問題 其實是 這一齣戲 他走過的懸疑路線 所以他就要製造一些懸疑氣氛 這齣戲 走那種路線 就是他要製造懸疑氣氛 所以他就在故事那裏 就 擺很多 安排很多 一些不可解釋的事件 有些很奇怪的事發生 OK 例如 什麼呢 在故事上 你看到有些奇怪的事 你自然就會覺得 有一種想追看下去的衝動 你會想看答案 還有 也有懸疑氣氛 因為你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很多問題 例如 例如 郭富城 他究竟是在哪一層樓暈低的呢 最初的時候 發現他在七樓 不知道是九樓 我忘記了 誰知道 後來發現 他自己 原來不是 他在另一層樓 他被人搬過去 究竟是他被人搬過去 還是他自己走下去 究竟是怎樣 例如有這樣的伏線 又或者究竟是哪一個兇手 他會強悍到 大力到 即是夠力推警察到街上 畢竟是警察 陳觀泰 也挺科 究竟會不會是 一個我們不知道的人 或者是郭富城 郭富城那些警察 又是被人扔下街的上司 成人不避言 又是他扔下去 又或者 開始 你慢慢看到郭富城 他家裡 一些私人物品 原來在兇案現場 有出現 又或者 故事做做 你看到郭富城 他失憶 原來不是因為 他的腦子被人搬過去 而是因為他不斷 服食一些慢性 類似毒 即是慢性的藥物 因為他長期服食 就開始令到他失憶 是誰可以令到他經常吃 因為現在不是說 吃了一顆藥物 而是他長期吃 是他身邊的人陰他 還是他自己吃 究竟有這些伏線 你埋了這麼多伏線 你去到最後的時候 你都要給人家一個答案 就是在這裏出事 但是 不只是給答案 不只是答案出事 因為他要解釋 我剛才所說的 那麼多 還有其他 即是剛才那些其中一部分 你要解釋 那些東西 你就要給一個答案出來 那你如果不想給一個這麼醜 的答案出來 那你就不要問這些問題 你不要擺那些伏線 之前 對不對 你就是擺很多不可解釋的事件 是不可解釋到 連你自己也解釋不到 到最後 你勉強解釋到 但是看電影的人 不是這樣的感覺 他們覺得是 不信服 是不是 人家看完電影之後 不服 人家不買你的解釋 就像現在那些客警 開記者會 你無論問什麼問題 他也有話說出來 他不是被你問到牙 他也有話說出來 但是你有話說出來 跟其他人聽 人家不買你 你同不同意你的說法 是另一回事 你自己說自己 是不是 但是其他人不拜 覺得你在亂說 根本上就是 這齣戲就是類似的 剛才我說的那些伏線 嚴格上來說 他最後的答案 是可以大包圍 可以爆發 那我就解釋了 最後有個答案 就給了你 但是 那些觀眾不拜 他那個解釋是怎樣 這裏真的是完全劇頭 OK 他是怎樣可以解釋到 剛才說的那些 好像很離奇 究竟是怎樣的 那些伏線 結果原來是這樣的 郭富城 這齣戲 郭富城他有家庭 他有老婆 有個美老婆 他又有個兒子 原來那個兒子 是一個領養的小朋友 不是他親生的 是領養回來的 這齣戲去到最後 他就告訴你 他領養回來的兒子 原來是他弟弟 他弟弟跟他年紀相約 但是碰巧 碰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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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像小孩子一樣 但其實那人已經40多歲 他的樣子好像小孩子一樣 但其實他已經40多歲 原來他的兒子 是一個不老症的人 這個人很變態 他很討厭郭富城 所以就害他 想令他以為自己是殺人犯 又想令其他人以為他是殺人犯 又殺害他身邊的人 那為何會 一個這樣的人 為何會 變成他的兒子 這個過程是怎樣 原來是這樣的 碰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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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所謂的小朋友 他へ人傳ritos 去領養一位小朋友 回來長生 當自己的兒子 碰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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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其 碰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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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養子小朋友 一個不老症兇手 他自己的口說出來 你來領養我 你竟然也是選了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們之間有血緣 他直接說出口就當作解釋了 總之我們之間有血緣 我是你弟弟 你無厘頭選了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就是這樣 他真是脆腸 還未完 還有很多其他人去碰一下 又撞對這個不老症兇手 他是不老症 但他身上是小朋友 他怎樣殺人 他怎樣推人下樓 怎樣解釋呢 解釋方法就是 這個不老症兇兇手 又撞對 當他在醫院 療養院那些 遇上一個跟他倒轉 就是一個有衰老症 小朋友 雖然他是小朋友 但他又不老症 所以他身材又很高大 很大隻 大還不止 他還天賦而品 是練武的奇才 他的身手是勁得連警察也不夠他打 郭富城也不夠他跑 陳觀泰也不夠他打 被他扔下樓 他就有一個這樣的人物 去幫他execute 幫他落手殺人 他整件事才能夠落實 你知道嗎 有很多碰巧 那個人又有衰老症 又要被他遇上 撞得見 還有他要是小朋友的心智才會被他哄到 然後撞對他也是練武奇才 練武奇才這個不是我所說的 是這齣戲他裏面 有對白 特別提到 他 他很好伸手 特別有提到這件事 因為他要解釋 為何一個小朋友 就算他是大人的身材 但是他到底是小朋友 所以他要特別解釋 他是特別好伸手 所以走就走得快 以及撞東西推人下街 你真是嚴格上來說 你可以說他真是鬥到的 但是誰想聽你鬥的 誰想聽你鬥的 你的解釋完全不自然 但是不合理 知道嗎 沒有人想聽你亂說 就好像那些小朋友 吵架 其實我覺得 剛才我說的 黑警記者會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類似這樣 他什麼都可以說出來 什麼東西他都有解釋 他都可以說到 但是 不能夠令人信服 是不是 你現在不是跟人吵架 亂說 你那件事要令人覺得暢順 覺得那個故事應該是這樣 才能夠成立 他是完全不理會 這齣戲是完全不理會 所以看的時候 你覺得 好像很有問題 這個故事 其實我看電影是不挑剔的 因為有些人看電影的時候 會挑剔那些細節 這裏不合理 那裏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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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挑剔的話 這齣戲有很多其他更多東西 都可以挑剔 很多好戲都可以挑剔 例如你要看村崩 挑剔一些邏輯上的問題 你去挑 角花打 魔戒 那些其實都可以 但是他有那些瑕疵 但是 不影響 那一齣戲整體的感覺 其實我是完全不介意 但是這齣戲 剛才我講的 他不是一些資節 就是這齣戲 這齣戲是一齣懸疑片 他中間就是 說這個殺人 誰殺人犯 這個是一個主線 那些不是細節 那些是整齣戲的核心 在核心裏面 他有這些問題 我就不能夠 無視 或者 原諒他 這齣戲 我覺得是難看的 這齣戲 我覺得是難看的 差不多是 看到最後的時候 覺得 要戒凳 這個時候 要戒凳 有那種 在自己家 坐著自己的梳化 都有這樣的感覺 是很嚴重的 根本上就是 但是這齣戲 我覺得評分 是比較困難的 OK 理論上 我講到這樣 D 下載也免費 但是我又翻看了 他有一種 無形的 魅力 當他去到一個極致的時候 騎來到一個極致的時候 你又想看看 所以在這個考慮底下 我又未至於 給他D 因為D 在我的 在我的字典裏面 就是下載也免費 就是他又未去到這樣 起碼他的演員是好的 這個故事難得來 又不是完全沒有 觀賞價值 你看他有多難 出於好奇 你都會想看 所以我給他評分 就是C減 OK 我覺得可以給C減 這齣戲